近來土耳其爆發經濟危機 面對物價掌勢迅猛 一般老百姓日子難過 對躲避戰亂 而寄人李薩的敘利亞難民 衝擊尤其深重 台灣中心建築主體 在2020年10月完工後 投入營運 就以提供婦女生計照顧的 編織計畫打頭證 蔡美計畫的婦女 每個月至少都有一千里拉收入 對難民家庭經濟不無小補 1月中旬 數十名婦女聚集在台灣中心 領取最新一級工資 直說感謝真主 讓他們擁有這份收入 是 nurse院生 trabajando 不來自個酒 soup 瓦角形勝利 瓦 einem醫癲 나는教育 說世界一起生活 一個有點困難 鐵人 我做比較好 他是修行員 comijke 他沒問題 只是 到最後年 沒有 tamanho 而为了阴定土耳其这波经济危机 台湾中心正准备除化 在3月10发起大规模溢卖 希望帮助土耳边境这群人渡过难关 2021年我们在土耳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冲击 而我们也相信2022年将会是个更困难的一年 但也在这时候在今年的春天 台湾中心将会正式完工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500位的妇女加入我们 同时我们将会有25个产品上架 台湾中心就是要给这些妇女一个希望 一个稳定的工作机会 台湾中心52个空间单元 预计三月间完成装潢 目前中心开办的阿拉伯语和英语课程 也成为难民子弟重要的进修管道 18岁的建筑系学生说 在这里获益量多 近来也有第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志工进驻 未来一年将在台湾中心服务 协助中心营运 尽管土耳其货币拒绝落物价连翻涨 但在艰难困顿之际 台湾中心仍散发热力和动力 为更多人带来希望之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